5月温馨母亲节庆,风鸣香公所在落实防疫工作之际 也不忘为天下伟大的妈妈们举办表扬大会 不同的是乡长江丽婷亲自出马到乡内六个村 共八个文件站赠送母亲节礼物还有康乃馨 不仅姐姐妹妹们,连阿公阿嬷哥哥们也都很感动 风鸣香模范母亲表扬大会现场高规格落实防疫工作 让妈妈们以及到场的亲朋好友 在维持安全距离范围外 乡长江丽婷用歌声大力拉近彼此间爱的距离 现场气氛热闹温馨 我要告诉大家不管怎样 爸爸妈妈都是最爱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孩子现在爸爸妈妈还在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孝顺 五月温馨母亲节庆防疫期间 封冰箱公所也不忘为天下每一位伟大的母亲 办理母亲节庆祝表扬 乡长江丽婷亲自出马 与乡待会副主席陈天高 代表四玉花以及六村村长一行人 共同道府表扬各村的末班母亲 并赠送母亲节礼物与纪念品 祝福他们家节愉快 此外乡长江丽婷也亲自到乡内六个村 总共八个文件站 赠送每位长者母亲一束康乃馨花朵 庆贺祝福 不仅姐姐妹妹婆婆妈妈 连哥哥爸爸阿公弟弟也都相当感动 乡长江丽婷也马不停蹄前往越东游戏区 亲不知子断崖海上古道 把康乃馨请子送到工作人员的手上 表达感谢与感恩祝福 公父们与乡民和乐融融 共同度过温馨欢乐的一天 记者时遇兰风兵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